我們這個Session就要開始了 在那之前有一些事情要代替大會宣布 首先在三樓的後面走廊有On Conference的海報 上面有現在寫上去的題目 如果各位對題目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上面簽個名 簽個名以後表示你挺他 那挺他就有機會可以聽得到那場talk 再來第二點就是如果有人掉了東西 可以去諮詢處去招領 那聽說那邊什麼東西都有 最貴的從筆電一直到剛出生的小baby都有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那邊找找看 自己有沒有掉了什麼東西 再來就是比較重要的是說 等一下會議開始的時候 希望各位盡量從後面的兩個門進出 那前面兩個門呢 據說是保留給緊急狀況 那我想緊急狀況就大概就是 比如想要尿尿的時候吧 盡量不要從前面兩個門進出 從後面進出 好 那各位好我是Pank 那我是今天下午這國際會廳這邊 四個議程的主持人 好那首先是現在開始的一個 keynote 以及三個獨立的那個 session 那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 Intel的SSG的 Anthony Wu Wu協理呢 來幫我們講一場 關於 Application開發的 talk 好那 剛剛那個蘋果有說 這場talk得來不易 那請大家就是 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Anthony Wu 大家好 喂喂 好現在有聲音了 大家好 畢姓胡 古約胡 那 Anthony 但台灣人好像都念安東尼 所以有一次我打電話給我的老朋友 我就說 欸 這個某某人在不在 我說這個 Anthony早 結果他的秘書接了 他說你Anthony我還小甜甜 我不曉得各位有多少人聽過這個笑話 那 不過呢 記得小甜甜這個字眼的 可能現在頭髮應該都跟我一樣有點白了 所以 很高興 今天真的很高興看到很多很年輕的朋友 在這邊 那Intel是一個蠻老的公司 那我個人在軟體這個行業裡面也做了大概二十幾年 從以前的公司 從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 像以天 像有力 然後 一直到Intel 所以 算是一個軟體界的老兵啦 也許 我可以告訴大家一些在選擇平台上面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不過呢 我現在穿著Intel的衣服 在公開的場合裡面呢 很難 告訴各位 我們公司 明年 後年 大後年 到底有什麼秘密要做 但是 我相信 應該也聽說了不少 可能要各位注意一下我在治理行間講什麼 因為我沒有辦法在slide上告訴各位 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你們說 明顯說明天就會發生這件事情 但是 聽聽囉 如果你們聽得到 祝福各位 這張圖 如果我在20年前看到 叫做client server 20年以後的現在 我們叫做cloud 對 應用在不同的地方 軟體這個領域裡面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像這世界並沒有改變太大 然後只是換了很多的名詞 每年 各大公司 想盡辦法要賺很多的錢 然後呢 就發明了各種各式各樣的名詞 其實上 中間這條線 只不過是從原來的一條網路線 換成一個Internet 改變很大嗎 沒有 但是對軟體的使用方式 就改變了很大的地方 然後 各位注意一下你們右手邊的地方 原先不大可能出現的東西 我們現在慢慢的一個一個出現了 譬如說在車子上面的電腦 很難 以前 現在好像慢慢越來越真實了 美國現在立法 可能在幾年以內 也許會看到車子跟車子之間 必須要talk computer machine to machine talk 那這樣子的領域 會對大家帶來什麼樣的東西 Smart TV 現在聽起來好像是 只要電視能上網 就叫Smart 那未來要多Smart HowSmart 怎麼個Smart法 對不對 我們想Google已經在裡面 耕耘了一陣子 那手機從Motora被賣掉以後 變化了很多 原先我們一直不相信 Smartphone會賣 因為那時候只有1%的市場 因為那時候只有1%的市場 但是呢 Apple一出來發現 哇 全世界都願意買個2-3萬的手機 真的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我對Apple非常的崇拜 因為它終於讓大家把錢掏出口袋裡面來 而且它是一家很厲害的公司 當它出現一個Worksman的時候呢 SONY的Worksman消失了 我從來覺得SONY的音質一向不錯 ID設計也很好 一個非常值得尊重的公司 它真的把一個電腦 帶到了一個手機的領域裡面去 再帶到一個新的方式去使用它 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呢 各位的右手邊的下面 會不斷地增加新的東西會出來 這是可以預見的未來 也會越來越多的架構會在這邊出現 Intel在裡面扮演的角色 我們希望是用一個Architect 一個很簡單的Architect 大家所熟悉的Architect 去做所有的事情 這件用途網友有沒有達到 還在努力 我們一件一件的事情 因為各位所看到的上層呢 每一個應用上面 有相當大的不一樣 我們講到Server 現在的Server 如果不能run VMware 大概沒有人會買 沒有辦法run materialization 你可能不會買 然後在往下面走的過程中呢 我們比如說看到 這邊沒有車機 有embedded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前幾天在談到車子 車子呢 大家開機 引擎一開 噗 好 電腦要boot 那你可能太晚了 你後面的倒車螢幕可能馬上要出來 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引擎點火的瞬間 我怎麼樣 我的導航地圖要進來 開玩笑幾十M的地圖耶 怎麼樣露進來 那 車機裡面 是不是應該要有virtualization 應該喔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應該要有virtualization的觀念 但是這個virtualization 跟Server上的virtualization 會有點不大一樣 手機 一樣會有這樣子的世界嗎 也許會喔 對不對 所以各位去看這個世界在變化的過程中間 會因為這個架構 而做些許的變化 一點點一點點的在改變 比如說 我們希望一個手機 我們現在看到 不是Intel設計的手機 不是Intel用的CPU裡面 他們會說 我的MP3可以播很久 很簡單 他們的CPU的架構裡面有一個 DSP 當我的 要播MP3的時候呢 我不用我的CPU的core 我是用我的另外一個 比較省電的DSP去run這件事情 這樣子的世界 以後可能是一個很標準的世界 各種怎麼樣的方式去節能把它省電下來 然後在 我不需要那麼大power的過程中間 把其他的architect關掉 然後把要留下來留下來 我想這個在未來大概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 那 對各位來講 寫程式的人 或設計電腦的人 或者是設計新的用途的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怎麼樣能夠延續我的投資 我們認為Intel的架構提供一個很好的選擇 當然 因為我背了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是不是這樣子 大家就要去小律一下 想一想看 那事實上 很有可能它是目前最方便的一個主族群 最方便 當然它有些限制 太便宜了 Intel不賣 這是最大的問題 那目前我們看到的情況確實也是如此 我們主要的問題是在於 我們很難去供貨比較便宜的 因為 付了很多錢給研發單位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做這件事情 還滿貴的 這樣看到這些新的應用 我們在這一些領域裡面 其實上有很深的Embedded的一個環境在裡面 這個目前 我放這張圖的意思 其實上是這次對台灣產業上面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未來 台灣很快的從一個PC的一個王國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在過去的幾年以內 很快的轉移到所謂的Embedded市場 我們是世界上少數的監控系統廠商裡面 世界數一數二的 我們在車機 我們在CNC車床上面 可能都是世界少數的幾個領先的 那大家沒有注意到的這件事情裡面是 幾乎裡面都是Intel Architecture在後面 原因是它很好寫 因為大家都很熟悉 另外它可以延續它的投資 然後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這很可能 如果現在還在找尋未來人生方向 還在學電腦的 這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未來在台灣 因為每一件事情 它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毛利 我們現在觀察到 在台灣做Embedded Solution的廠商 大概一年賺一個資本額 好像不是那麼困難喔 好像不是那麼困難 那這些領域裡面 通通都需要一個intelligenize 要智慧化 而不單純的是用它 而是怎麼樣去智慧化的使用它 我最常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當幾年前 這個監控系統剛開始流行的時候 一台機器接四個錄影的 鏡頭戶 然後人錄就很好了 現在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各位要去中正機場 裝三千個鏡頭 然後要請多少個警衛來看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不可能 當不可能發生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電腦來判斷 有沒有人在某一個廁所裡面 門口放了一個包包 五分鐘沒有動它 這就是intelligen 怎麼樣去判斷這件事情 需要很大的computing power 而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用到以前的投資 以前的研究 Intel architecture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有一個相當大的優勢在 當然我不是說 各位就不能用別的architect 很可能會發相當大的功夫 去做這件事情 那整個在電腦的變化裡面 網路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milestone 網路基本上在改變人的使用習慣這件事情 那越來越多的網路 growing出來以後 其他在創造很多不同的使用方式 很早以前我們有一個lab在做一個研究說 也許會有超過幾十億的電腦 那時候我們在做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們在足球裡面放了一個chip 然後再用電腦去模擬 去追蹤整個football 在踢的過程中間的每一個球的變化 然後是不是能夠用網路來取代 3D的graphic 取代整個football的球場的播放 一些advanced的研究裡面呢 怎麼樣把這個power當到最小 然後怎麼樣讓每一個東西都扛 其實是慢慢的發現在每一個應用上面 都發現了這種現象 也就是說各位在每一個器材裡面 都可能會發現有電腦的網路連接 這個現在正在發生 為什麼看到數字裡面很明顯的往這邊走 舉個例子來講車子 大概在馬上的很快的幾年以內 各位會發現你的車子可能就是一個assess point 拿著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你在車上 你的後面的小孩就可以玩game 那這些東西從車子被connect 那車子被connect以後 其實他們發現很多很有趣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面臨了一些很有趣的挑戰 就是說整個社會 因為網路的普及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制定一些規範 這些都是新創公司 我們講的innovation裡面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也是各位可能需要創業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機會點 我們看到Facebook很大的想起來了 整個intel非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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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應用是一切 怎麼樣運用這些網路 怎麼樣去做這些東西 怎麼樣能夠把這些東西 在實際上生活所需要的東西 轉換成一個service 這也就是我們努力在合作的一個對象 我今天穿了一個是rmssg 那intel有一個部門叫做ssg 也就是我這個部門 那全世界我們將近有 現在大概將近快一萬人了 但是大家都認為intel是一個 哈威公司 然後我們常跟人家講 我們是software公司 沒有人相信我們這件事情 不過現在我們隔壁的攤位的htc 現在慢慢也認為它是software公司了 大家都在寫software 而不是在做哈威這件事情 在台灣人確實比較少 我們那幾個大的lab 在印度 比如在Russia 在美國 在Argentina 都有幾個比較大的lab 我們也希望就是台灣的軟體 繼續能夠開洋 發揚光大 然後繼續創造一些很酷 很炫的usage 然後我也鼓勵 前幾天我去參加這個idea show 那 我很鼓勵大家 努力去創業 但是我覺得眼光要再大 不能局限在這個島 台灣好像在這個島上賺的錢 不大容易 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把景觀放大 怎麼樣去賺全世界的錢 scale要拉得更廣 然後 intel ssg 主要的就是 與各個主要的夥伴 來做合作 我想 各位可能比較不清楚的 比如說像 Android好了 各位大家 應該像很多人用Android的form 以前我們的Ready的chip 不是那麼Ready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Android已經在NTK 已經在有 x86架構的NTK 已經開始Release 所以不遠的將來 大家會看到 這個intel-based的Android 我想這都是慢慢的 往前再改變的 那寫這件事情 跟合作的事情 Google一直是intel 一個很好的夥伴 不是只有Microsoft Google也很好 Google的Chromebook Google的各式各樣的TV 其上都是Intel Architects的一個新的開發 它真的比較容易開發 各位去想想看這件事 它是一個很熟悉的環節 然後 Linux 各位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的Linux愛好者在這邊 Intel對Linux的支持 從一開始 我們有一個最簡單的一句話 大概沒有一個Linux的Publisher Intel沒有Invest Real Dollar進去過 所以 Intel在這邊 我們儘量還是一個 非常非常neutral的角色 我們希望用Architect 然後讓大家再延續各位 甚至像我們這些老傢伙的 老人的這個Invest的智慧財產 能夠繼續的使用下去 那 各位如果有一些新的idea 想要做什麼東西 或者各位碰到這些技術上的瓶頸 其實上我們在XXG 我們很炫意來幫助各位 那我們主要的合作對象 從微軟 從Google 像Adobe 像這個 Oracle 大概 比如說各位 我看到前面有人用Mac 它裡面的Call 其實上很大一部分 是Intel去改的 我們有相當大的Engineer的能力 去做硬體上的優化 以及軟體上的使用上的 只是大部分的人對Intel 還是覺得它就是一個硬體公司 OK 那真的是我們在台灣的人 真的比較少 因為台灣大概有七八百人 但是我們大概只佔了七八個會人 對 大概七個十八個左右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大概今天呢 我大概分幾個地方來highlight一下 大概一點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一個電腦 會變成什麼樣子 大概一下下 然後 Intel提供哪些tool 軟體 我正講的tool是軟體的tool 很硬很難懂 但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尤其是真正要去做一些 能夠 能夠去賺很多大錢的東西的 或者說對人類有很偉大的貢獻的 那怎麼樣去讓你的軟體能夠送出去 怎麼樣賣 怎麼樣distribute你的軟體 Intel有我們的想法 在這個地方 那大概介紹 這是phone factor 也就是最近幾年大家最流行的話題 手機啊 這個netbook啊 改變的這個SLAM 或者叫做Tablet啊這種東西 phone factor的最近還會再繼續的改變 還會再繼續改變 最快最快會看到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們稱為Archabook 對Archabook的感覺好像是有一個 叫安東寧的人在這邊又開始做廣告 Intel有什麼偉大的想法 這不過就是這個Mac的 Mac Air的下一個想法的改變 也許事情可能不會那麼單純喔 可能不會那麼單純 各位想像今天一個 一個很輕很薄的一個notebook 除了要做到輕薄以外 各位可以看它慢慢在演變的過程中 舉個例子來講 我可不可以讓MP3聽一個月 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那如果要到MP3聽一個月 我要來做什麼樣的改變 那各位在想想看 這個東西 以後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 你關起來以後它還會繼續聯網 也就是說你的email會繼續在你關掉它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把它關掉 確定的關掉 但你也可以選擇我再關掉它 在很省電的情況下 我的email繼續會進來 當email繼續進來 這有點像手機 有那麼一點像 那這整個架構 實在是不方便講太多 但是馬上就會發現這個事情慢慢存在了 然後對使用者的環境會非常方便 我還是滿喜歡Notebook 打開它會讚 Tablet 我不太喜歡 就是好像一定要找個架子 反正拿著手會很痠 那像這樣子的環境 或者我們轉個方向 把這個這麼薄的一個電腦 然後轉個方向把它的LED在上面 它其實上就是一個兩用的 一個Tablet跟一個Notebook 幾個軟體上的改變 可能各位要想想看 怎麼樣去更弱實它 因為譬如說email我一直能接 那這是好是壞 當我可以打開它 我可以收發email 打開永遠都是most updated的email 那我的Facebook呢 嗯 有趣了 那我可以用它做什麼樣的應用 我們提供了一些架構上的改變 那Archabook 絕對不僅僅是一個form factor的改變 當我們在不同的大小改變的過程中間 其上我們提供了非常多的配套 在整個改變 它除了輕薄跟安全以外 它不會是只有一個這樣子而已的東西 好 大概兩點 大概兩點 大家想一想 尤其大家很快的 我希望軟體這邊能夠很快的 發展出一些新的東西在上面 那這是我們對於整個industry的 目前的一個support的狀況 就是多久的組織 中的軟體 Windows很熟悉 Chromebook很熟悉 Winriber 是intel acquire的一家公司 主要是做一些 比較high-end embedded的一些軟體 它其實上它有一個OS蠻好的 各位左邊的Linux 右邊的Android 跟下面的Megle Megle其實上大家一直覺得很有趣 Intel到底在做Megle是做什麼意思 Megle很單純 不要想太多 它非常簡單 它是一個 Open Source Foundation的一個 Open Source Pure 唯一差別在不同的Linux上面 是Intel 跟Me 我們會有Driver Support Megle 而這個東西 Intel是Megle 然後Nokia也還是有在貢獻 其他人也還是有在貢獻 但是它是一個Pure的Open Source 它是Owned by Open Source Foundation 也就是說它現在已經到了1.2版 它有幾個Vertical 所以我是蠻鼓勵大家去看一下這個東西 它其實上是一個 你把它看成更單純的一件事情 去想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Touch Enable的 支援Touch 然後底層Intel會支持 The Drivers Intel Community會支持 The Pure Open Source 然後再把它想成 如果我要去創業 我要去開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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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個例子來講 心跳儀 對不對 它好像是一個蠻不錯的東西 然後要支援我的學法 很簡單 因為我在PC上就能開發 然後呢 Intel的架構到處都會有 然後我只要把軟體開發出來 我就能夠用 就能很快地賣錢 我不需要去經過很長的硬體的開發 去考慮這件事情 現在Intel的架構支援了非常大的一個彈性 所以 還是老話一句 Intel不是只有Windows而已 那Intel也不是只有做硬體而已 再下來 我們現在開始上Compute Science 101到401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Paroid 平行處理是我們現在所碰到的一個 很大的問題 對Compute Science來講 是本世紀可能最大的一個挑戰 原因很單純 晶片做不下去了 晶片我如果再去 繼續Ramp GHz 繼續讓它的Frequency繼續拉大 就會變成很燙很熱 因為熱的堆接的問題 我們沒辦法處理情況下面 在Compute Science裡面 我們必須要把Core做多 是解決PowerHungary的一個方式 但我相信所有有上過 Compute Science四隻猴的 或者說是研究所的課程 大家知道 Parallel algorithm是非常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怎麼樣去做這個 自己會跳頁 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 一直在挑戰著整個電腦界 怎麼樣去看這些事情 他自己會跳頁 我們會自己把它跳回來沒關係 OK 所以整個平行 我們講平行 或者是講成Matic Core Programming 或者說是講成我們怎麼樣去 在一個Core裡面用到最好的情況下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發展的方式 我覺得有人正在網路有無的問題 好 沒關係 我就盯著他 這個東西挑戰各位 怎麼樣寫Parallel的Core 我們最希望的一件事情 當然就在於 怎麼樣讓你的程式 當我有兩個Core的時候 它跑兩倍 有四個Core的時候 我跑四倍的速度 這整個發展 不只是在Intel Architecture上面 有很大的挑戰 我相信對任何一個Architect 現在都碰到同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有一些競爭對手 有Dual Core 甚至它的未來會出現 四個Core的手機的系列 或是Tablet的系列裡面 其實這樣這是一個很標準 很標準的一個問題 目前我們提供了一系列 非常完整的 非常完整的對這塊來做 Intel 2的包含非常的大 我們今天就挑一塊這一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容易 大家了解的一塊 我非常鼓勵大家 去上Intel Software的網站 其實就打 software.intel.com 直接進去 Intel非常大 其實很多很方便的Tool 已經在上面 其實上是一個寶庫 尤其是在硬體上開發 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各位現在還在煩惱 沒有HDR264的Codec 去上面找 對 還在煩惱 有一個Mathematic的Hidden Markov的東西 不在上面 還要自己重寫一遍 不用 我們有Library 直接在上面 而且是數位博士寫出來的 然後擺在上面 而且不用錢 或者很少的錢 因為Intel 到底不是靠賣軟體賺錢的公司 所以其實上軟體 還真的相對的便宜一點 那今天我們比較想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四個Tool 可能大家去研究一下 因為這對台灣整個產業上面也發展 尤其是Embedded上面 確實是有很大很大的用 Embedded整個效能的增加 跟Parallize有非常大的明顯的關係 我們大概有四個Tool 中間兩個Tool 就是標準的Parallel Studio 然後再來是Cluster Cluster當然就先到我們叫大型電腦 設計上的一個安裝 還有Embedded這一塊 目前在這邊應用在整個Embedded 這一塊情況下面 Performance非常的重要 怎麼樣Parallize你的軟體 變得非常重要 那各位如果想要偷懶 想要用Java打天下 或Dunet打天下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在Embedded這個Domain裡面 我們舉例子來講 像我們看到這個影像處理的 在醫學上的應用 我們現在看到非常非常高解析度的應用在裡面 所以這個地方一些屬於 所以當然它很難 絕不簡單 但是它的Returnal Investment 可能會相當的值得各位 我的電腦一直跳 好 那這次Tool 好 可能大家告訴我說 我不要講太多 可能開始有人覺得很無聊 想要睡覺這個東西 好 這個是我們的Tool 那第一 基本上呢 它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Tool的Library 也就是我一直在講說 Intel 有很多很多的Tool在這邊 那簡單來講 它支援各個不同的Architect 它也支援不同的OS 我想到這邊highlight一點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在上面 Windows Linux MacOS 還有RealtimeOS 它其實並不是只有Windows 並不是只有Windows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開發環境 然後對各位來講 尤其是譬如說 各位想要在Server上面做一個 非常industrial standard 甚至overindustrial standard 的high reliability 的Server application的時候 也許Linux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但是怎麼樣去測試它 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 我們一步一步來講 我們上一點 這個Computer Science 401 好了 第一個產品 這是一個非常標準 最入門的缺點 它只在Windows上能跑 但是它基本上測四個地方 它只能在幫你做一做Design的階段 怎麼樣抓出你的Core 哪一段Core裡面 可能有可能可以更優化的地方 然後去Debug 抓到它問題在哪裡 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Verify它的問題點 然後再怎麼樣去Tune這個軟體 因為這個東西是跑到Windows 用另外一個比較進階版的 就是Advanced的這一塊來看 它是我們叫做Parel Studio的Xe版本 Xe版本它是下一個版本 針對Linux也有 針對Windows也有 然後它支持C++ 它也支持Forture 我想很多做科技研究的人 對Forture還是非常重要的 Forture好像幾個Forture都在Intel這邊 大概好的Forture 不是講好的Forture 就是好像Intel own了幾個 買了幾個很不錯的Forture Compiler在這邊 那我們也都做了很好的優化在上面 我們大概花一點時間 可能稍微boring大家一下 不過這個我覺得 會對大家在寫軟體的時候 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Parel Studio Xe2001 這是我們新版的一個軟體 那它主要來講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針對軟體的部分 在Parel上面怎麼樣進一步的優化 怎麼樣讓你的Core跑在不同的地方 找到你的瓶頸點在什麼地方 那甚至它還支援了怎麼樣去抓到你 Potential的網路上的Bug 然後讓別人不容易hack進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Hacking是現在 當然有人喜歡hacking 那我們就要有人想辦法anti-hacking 所以這就是一個條件 那32位元64位元都支援 Windows、Linux都支援 它是一個Parel的整個架構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大概花一點點時間來看一下 整個架構上這個東西 所以第一個是我們講到 Static Security Analytics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你不需要你的Core寫出來 放到這我們的Tool裡面 它能夠去幫你去辨別 你可能在網路世界 所遭到攻擊的200多個可能的Bug 它能夠去分析你的Core 所以我們通常在Static的情況下面 那這種情況下面你怎麼樣去 Against 然後比如一個架構出來 起碼有一個 我們不能保證它一定百分之百 然後用這個Tool抓 一定抓到所有的Bug 但是它已經讓你能夠在網路上 被hack的情況下大幅的減少 各位都曉得在Move到Cloud上面 我們現在非常流行的Cloud這個名詞上 安全有多重要 基本上是唯一大家在問的一件事情 我東西放在上面安不安全 我怎麼樣不要幫人家hacking上去這個東西 所以這一個地方 這一個Tool很直接的提供這一個 算是服務 然後這是一個inspector 更進一步的 我們怎麼樣在runtime的情況下 就要抓出additional情況 你會不會最簡單的 stack overflow 怎麼樣去immulate這個環境 怎麼樣去抓到這個東西 很多人不曉得我們有這個Tool 現在這Tool非常的 handy 如果各位真的是hardcore programmer 真的要在server上面寫一個 無堅不催的東西 這是一個起碼是提供一個入門 但是網路世界真的是很challenge 一切都在改變 一切都在變化 所以這一塊呢 繼續offer 我們可能會繼續再改進 至少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抓到大概250個 不同的情況下在這個地方 然後inspector以後呢 我們談到一個Vtune Vtune在intel已經大概歷史悠久 超過15到20年的歷史了 一直在演進 這東西非常單純 各位想像成就是我今天寫了一段程式 然後我可以用Vtune去抓到 哪一段程式裡面吃掉我最多的時間 然後吃掉我最多的時間 想必一定要 不然就是他真的吃了那麼多時間 但是我們發現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的程式有問題 你的程式有問題的情況下面 你怎麼樣抓到這個程式 然後好好去看一下這個程式 分析這個程式把它寫的有效率 這是十年前我們就在做的事情 現在更進一步的拉出來就是 我能不能在兩個core的情況下 四個core的情況下 八個core的情況下去抓到 它是不是能夠在效率上更好的一件 這樣子的事情 一樣Windows Linux都支持 然後它非常容易開發 因為它有一個獨立的tour 很容易在使用它看這個地方 而且更重要的是 現在好像大家可以去free download下來 然後用一陣子再決定要不要付錢 雖然它算貴也不貴 算便宜也不便宜啦 但是它是一個滿好的tour 然後這是一些新的名字 舊的名字我相信有些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已經用過 這是新的名字 大概最大的重點就是 所有東西都會有個XE結尾 所有東西都會有個XE 然後這就是一個新版的東西 各位用一用看 對整個尤其是效率上面 有很重要的一個改進 怎麼樣抓到 怎麼樣改它 然後怎麼樣做分析這一塊的事情 那我們再談到下一個tour 也就是cloud上面 可能大家會比較重視的一個東西 它自己會幫我翻頁耶 很棒 MPI Message Passing 在整個cluster上面 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應用 怎麼樣在整個網路上面 怎麼 distribution 怎麼樣去分析它 怎麼樣讓它UT化這個東西 更重要的是它還有一個library 如果各位是寫的是database 這基本上你無可避免的 一定要去用到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但是怎麼樣讓它更優化去用這件事情 是很大的挑戰 一個cloud裡面有多少台的server 在網路的連結上面 用不同的 你今天是用TCP IP 或不同的網路架口去連結 這個tour 除了提供它一個非常好的 Message Passing Library 另外它還幫你去debug 抓出它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如果想要對cloud service 當然你的cloud service 如果只是寫一個java on top of that 你不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各位是series 今天我想要做一個photo something 我今天要做一個video something 我今天要做一個streaming something 我要用大的database的東西 這個tour是非常handy的一個tour 而且我相信應該最特別會有 寫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的project 會非常有幫助 OK 那上面講的我們越講越大 這個機器越講越大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小的 就是embedded這一塊 embedded這一塊裡面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 embedded在intel 因為embedded通常要求的是 價錢比較低的CPU 價格比較低的CPU 所以在intel內部裡面 我們把價格比較低的這一塊 我們稱為atom 我們有專門一個品牌在這個地方 那針對atom這一塊 它就有一個整個開發的一個環境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也有Vtune 它也有C++的compiler 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compiler的環境 但是這是真正對所謂的寫Ccode Programmer 那再來這邊呢 右邊這邊如果你是用embedded屬意的話 它多了一個東西 它有一個JTAC的一個compiler 在這個地方 針對JTAC這個地方 怎麼去用這個東西 那很有趣的一點 這一個是supportlinux的東西 然後針對on-top 在intelAthem上面 就是比較低價格的一個CPU系列裡面 我們有一套 針對embedded開發的一套 開發工具軟體 然後support C++ 然後support JTAC 然後它能夠讓你 正高的去用它 整個fighting我們一個東西 這個地方 我相信對優化 譬如說 例如說未來Tablet 未來手機 未來整個譬如說監控這一塊CNC 側床上面這邊會有相當大的 我覺得這一塊可能要最近蠻流行的啦 要不然就是往Cloud走大的 要不然就往新的小的走 Either way 大概我歡迎大家 鼓勵大家下載一下試試看 那大概上我們大概上 這是一個Sumarize的一個頁 那下面講說我們有兩個Suite 一個是Application Suite 它沒有JTAC Embedded Suite有JTAC 主要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原來的想法就是說 一個上面是主要是給 Application Suite主要是給軟體公司在使用的 然後在Embedded Suite上面來講 很可能是對Int OEN ODN 設計這一塊有一點用 那這是整個開發環境的一個update的情況 一個新的情況下 所以Atom-based JTAC 情況 然後我們有Debug的部分 然後Tool Vtun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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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真的自己會一直跳 非常好 所以是不是我站遠一點 還是我講話大聲他就自己會動一下 好 重點這張Slide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Try一下 30天Free 所以我放了這一張在上面 試試看 不過滿硬的 Compute Science 大概目到四字頭五字頭的課 大概會用在這個東西會比較舒服一點 對 Career發展會很重要 但是它絕對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OK 再來我們就想到整個 看完了這個 拉著 聽完這張 聽完到底一大堆硬硬硬碰碰的東西 怎麼樣Tool Performance 這些東西 我們稍微來看到一個社群 Intel Software Network 很單純 我們簡稱為 ISN 那最重要的它就是一個社群 社群在裡面 在臺灣 我們對 臺灣可能 我們不夠努力宣揚 這是我們的錯 那它是一個很好的資源 讓大家可以上網上去跟大家談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社群 提供了這種寫程式的方式的討論 然後我們也有全世界的非常多的人在上面貢獻 其他流量還不小 大家在上面討論整個在Programming上面的一些東西 在Share這些上面的東西 簡簡單單的一個Program 可以支援很大的一個Co-Sharing的部分 也因為Intel不是以賣軟體為主要的目的 所以它在上面其實上是蠻neutral的 很多東西是蠻neutral 蠻公正客觀的 我鼓勵大家去登錄一下 尤其是現在好像會有小贈品 我們待會看一下這個 那Software Network裡面大概就是 我們有些Sample Code 很多的Sample Code 然後你有問題上面可以問 然後有些Event 我們有些Training 缺點 英文 不過英文可以讓各位出名 這也是很重要的 多地人洗下英文對大家會很有幫助 好 那希望大家參加 然後我們外面有Boost 所以大家去登記一下會有些小贈品以外 然後更重要的一個觀念 是一個蠻好的地方去 如果你是一個以城市愛好 我喜歡去幫助人 分享我的Call 它也是建立你個人品牌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建立一個個人品牌的地方 那在台灣我們確實沒有一個黑帶 Intel的社群裡面有分綠帶 就是跟樓道一樣 我們到外面去有看到一個那個 有個樓道帶 有一個綠帶 然後有一個白帶 中帶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黑帶 全世界的黑帶很少 我不能告訴你大家多少 但是 under三位數 然後 黑帶在整個社群裡面 有非常大的一個branding的影響力 那我們這次希望大家多認識一下這樣的program 然後來參加它 然後基本上呢 它的評分很單純 如果說你是綠帶很單純 我只要一年有50個分 那50分非常容易 所以綠帶可能太容易了 比如說我只要PO文 我只要回覆人家的問題 我就有不同的點 我放個影片上去 我有不同的點 我想成為綠帶很多啦 一大堆 到Brown帶就不一樣了 都要一年有500個點以上 會稍微你要積極一點 黑帶 是Intel要指定的人提名 也就是我們在裡面的社群 確實有明顯的貢獻 而它的發言 確實有一定的水準以上 我很希望台灣有一個黑帶 到目前我們都沒有 它是採用一個提名字的方式 那歡迎大家來試試看 我真的很希望台灣有一個黑帶 代表我們台灣的軟體水準 也能跟國外一起 對 大家在一起來分享一下 最後我講出什麼 要分析一下這個 一個新的觀念叫做APP 其他一點都不行 但是對大部分人來講 這個東西確實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已經看到APPLE STORE 已經非常成功 有很多人以為APPLE STORE 類似像這樣子的觀念在P上 它不一樣 它有很大的不一樣點 它也有很像的一點 它有點像MAC STORE 但是又跟MAC STORE 基本上觀念上完全不大一樣 各位把APPLE STORE 當成是一個軟體的店 然後待會到外面去參加 登錄以後 你就可以變成是 它的開發軟體的一個會員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然後針對這一點呢 你在上面開發的軟體 它會怎麼樣的開發出去 怎麼樣送出去呢 基本上Intel會包含所有的情況下 大概是拿掉30% 你可以拿到70% 所以這一點部分 大家聽起來都跟Android 跟Apple nothing different 一樣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唯一差別的不一樣點是 其實Intel還是一個 屬於我們這個店做好的以後 它是跟我們主要的客戶 是一起合作的關係 怎麼講它是一個合作的關係呢 就先講這一個好了 這一張是最主要去講解 AirPods跟別人不大一樣的地方 Come USA Best Buy Asus 這是大家比較聽過的幾個品牌 他們的店 軟體的店 就是用Intel AirPods的店 各位這樣講 當然你可以到網路上去 download一個AirPods download以後 然後就可以 就可以download軟體 但是其實上各位 如果寫一個軟體的話 你就會直接就上到 掛到這個地方去 所以Intel的想法還是很單純 我們希望成為通路 軟體通路裡面的一個 軟體的 一個軟體上面的 一個component provider 一個店裡面的 架構的一個provider 那回來這個地方 大概會有兩個地方 可能花一點時間 一點點時間裡面就是 怎麼樣去create軟體 可以換到小證明 叫做Intel AirPod的 Developer Program 針對開發商來講 做這一塊東西 我們大概現在已經 非常多的人進來 但是大家覺得 這個數字好像跟Apple的 不能比Apple的幾十萬 我想定位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大概有超過四千個 還是五千個軟體 已經在上面了 上面的軟體 基本上 我們目前是第一個 還是以Windows為主 以後會慢慢的往後延伸 會有不同的平台上 在Windows上面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 productivity oriented的 所以它是 你寫這個軟體 舉個例子來講 你做一個手電筒 可能真的沒辦法用 所以它在上面 不是讓你放一個 手電筒軟體在上面的地方 它是比較像是 各位可能要做一個 是image editing 影像編輯啊 或者說怎麼樣去 email管理啊 這些都東西的地方 它是一個比較 productivity tool的一個環境 所以呢 另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program 是怎麼樣去推廣這個電 所以這電會繼續推廣 跟不同的電頭 實體電也好 虛擬電也好 繼續推廣 希望有朝一日 會有更多更多的 我們希望更多的電 基本上各位打開來電 可能都不一樣 名字不一樣 但裡面後面都是intel的 一個經營的方式 那這是大概的一個方式 它還有一點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它除了一般的app在賣 它還支援所謂的component 也就是說 譬如說各位 我可以把codec包起來 讓其他的development能用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分到一筆錢 只要人家願意用你的component 你就可以在上面分一筆錢 很快的大概看一下 這就是這個電的樣子 現在要看這個電也很單純 就打iPod Google一下 然後就可以找到這個地方可以download download下來就可以用 還蠻好用的 只是它是Windows 現在大家看起來是Windows 所以大家多花一點時間 多了解一下 再期待下一版出來 我們看有到哪一個地方去 對 我們會有蠻多地方的 那目前在台灣來講 各位可以寫 可以賣 可以收到錢 那台灣這邊我們的店 還是在英文 所以店的地方在台灣 我們並沒有很push的地方 那基本上呢 我常開玩笑 大概白人的國家都可以賣了 然後 也就是說各位如果想要把軟體 進軍到歐美市場 這個地方是已經百分之百ready了 那收美金以美金為主 那Developed Taiwan 現在確實已經可以 你可以upload軟體 你可以賣軟體 大概的流程很單純 寫完你的軟體以後 包上我們的SDK 包完了SDK以後往上傳 可能會有一定的 會有一點點 所以如果是在網路上搜尋一下 應該都有一些 information 在上面已經有了 所以 目前整個program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大概狀況 就是這個部分跟ISN有點不一樣 Software Network指的是一般軟體的Foreign 這個部分指的是針對AirPods開發軟體的人 針對AirPods開發軟體的人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大概機上有相當大的登記人在上面 相當大的一群人 簡單來講 簡單方便好用 然後一定要努力試試試看 然後四個階段我們先用一下以後了 了解一下Intel的東西 我相信大家會有不一樣的看法來看Intel 然後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參加CostCup 然後真的很高興看到各位在這邊 那我大概提早了15分鐘 很棒 所以不要忘記我們後面有一個Intel的Boost 那一堂課 我們一天大概有三堂課 大家可以在那邊抽個獎 那有個還不錯的包 當然很可惜我們不能每個人給一個 下次我們預算多一點 我們就一個人可以給一個 現在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注冊AirPods有送一個馬克杯 那個馬克杯還蠻可愛的 有那個Migo娃娃在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眼鏡布 就是只要填完問卷 就有一塊也是一個Migo娃娃的眼鏡布 我還覺得那個Migo娃娃蠻漂亮的 蠻可愛的 然後有企鵝戴帽子啊什麼的 所以我想我大概就是 佔了各位大概45分鐘的時間 謝謝各位 我想我就不提供Q&A了 那因為我們人就在後面 所以有什麼問題就直接到這邊 來我們直接可以面對面的回答 好謝謝 OK 再次掌聲感謝Anthony 幫我們帶來的這場演講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 半個小時的Tea Break 然後下一場開始的時間是3點半 那也在這邊 那會由小弟我來就是講一場 OK 那就大家到時候見 謝謝 謝謝